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理苦 大家好 这里是禅宇 禅宇伴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今天要分享一件奇事 一位母亲因做这件事 被冤亲债主缠上 三岁小女儿一句话 竟救了她一命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请听 佛有的字数 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博士 接受了高等教育 掌握了专业知识 之前对鬼神存在一说 仍有些许的疑惑 前清华大学副校长 现任西湖大学校长 施一公 曾说 鬼 神 灵魂 也许都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言论 在整个学术界和教育圈 引起了渲染大波 我觉得施校长是敢说真话 实事求是的伟大学者 在我经历了姐姐的一次灵异事件后 我对鬼神之说 确信无疑 去年 2020年农历五月底 我姐姐被脏东西缠上了 现在想来 依然感觉毛骨悚然 汗毛直树 我姐姐那段时间 因意外怀孕而堕胎 不得已辞去工作 而在家休养 这段时间身体极度虚弱 阳气不足 命数衰微 所以才让脏东西趁虚而入 那段时间 我正在江苏出差 妈妈给我打电话 说我姐姐昨晚突然半夜惊醒 感觉非常压抑和痛苦 好像是被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 然后 出于担心和惊奇 我马上打电话向姐姐询问和求证 我姐姐就在电话里 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恐怖经历和感受 下面我就讲一下我姐姐给我口述的那晚的情形 我姐姐半夜突然惊醒 浑身难受 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充实着内心 整个空气都是沉闷和凝重的 我姐起身走了走 始终无法摆脱那种压抑和抑郁 然后突然有个声音在耳边说 你看活着多痛苦啊 跳楼吧 跳下去吧 跳下去就解脱了 然后耳边不断重复着这些话 我姐堕来堕去 耳边回荡着那几句话 跳下去 跳下去 跳下去就解脱了 但是我姐尚有一丝理智 并未有跳楼的念头 毕竟我姐姐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太多的牵挂 她有个能干的丈夫 还育有一双儿女 耳边不断重复的声音 也把我姐惹烦了 我姐就回了一句 我家是三楼 就算跳下去也死不了 最多也就是个残废 也不会把你踢出来 你还是走吧 别烦我了 我姐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还觉得有点可笑 但是现在想来当时的场景 真的很阴森恐怖 但是那种声音 一直回荡在耳机 久久不散 我姐也是不停地走来走去 可能潜意识里 想摆脱那种精神束缚吧 就在这个时候 我年仅三四岁的小外甥女 突然醒了 叫了一声 妈妈 你要去哪 我姐姐听到这个声音 浑身一颤 感觉被叫醒了一样 我姐说 她听到我小外甥女的喊声后 感觉神志恢复了很多 然后就哄着我小外甥女睡觉了 我姐说那晚是我小外甥女 救了她一命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 大都是来报恩的 可能孩子潜意识里 预感到妈妈危险了 所以神识自发救助母亲吧 我们做父母的 一定不要打胎 因为这样 不仅仅杀死了我们的孩子 而且还造下了极重的杀业 可能还会引来债主索命 我姐姐当时已经学佛了 我觉得也可能是佛菩萨 借助我小外甥女 来救她性命吧 然后 我就打电话给我师父 学佛的通灵师父 向我师父述说了我姐姐的事情 我师父要了我姐的八字和照片 就跟我讲 你姐姐被一个脏东西缠上了 那个女鬼 是你家有点亲戚关系 嗔恨心很重 个子不高 为情跳楼轻生 四十大约二十五六岁 然后我又给我姐和姐夫打电话求证 我姐夫说可能是她表妹 前两年轻生 个子不高 脾气倔强 属于远嫁 与丈夫感情不合 父亲回家 后来想念孩子 就和母亲一起乘高铁 去婆家看孩子 结果她老公不仅不让看孩子 还打她 她一气之下 就在宾馆高楼上跳下 四十年仅二十五岁 当时我姐夫还特意请假 去了趟表姐婆家那里 其他亲属也去了不少 都是去为表妹讨公道的 最后婆家人给了几万块钱了事 我姐说那几天很奇怪 每天都感觉神志恍惚 精神萎靡 最重要的就是 连放在阳台上的太阳能念佛机 也突然故障不能播放了 这可能都是堕胎所造成的身体衰弱 精神低落和运势受损引起的吧 而脏东西由小武通 随时随地地都在急切地寻找替身 尤其是像我姐这种最低谷的状态 我想如果一个人充满正气 急得行善精进修行 身上就会阳气充足 能量满满 小鬼小妖根本无法晋身 所以我们修行人一定要保持正能量 杜绝一切恶念和恶行 我让我姐姐深刻地忏悔自己的堕胎恶行 并且诵经念佛 回向给被自己杀掉的孩子 和由此引来的脏东西 以及素氏冤寨 堕胎的恶行非常重 而且是亲手杀掉自己的孩子 残忍至极 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 一个负责人流的女医生 在一次做人流的过程中 看到一个被剪碎的胎儿 一只手紧紧地握着一块肉 那是在极度痛苦下 从自己身上扯下来的一片肉 女医生看到后痛苦万分 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筷子手 一个屠夫 一个杀人魔头 女医生从此辞掉工作 远离人流 如果您还有一点良知 请不要堕胎 阿弥陀佛 现代人太过脆弱 动不动就轻生 愚痴得物以为 轻生就是解脱 岂不知 轻生是更深 更重 更惨的痛苦的开始 老法师说 轻生者每七天 都要经受一次轻生的痛苦 而且没完没了 直到找到替身 所以万万不可轻生 在生活中 修忍辱 修宽容 修心量 我们的生活 就会变得清静和祥和 我国每年约有 二十五万人轻生 轻生所带来的痛苦 无边无际 南淮锦先生推荐了 一句神咒 大千世界 无挂无碍 自去自来 自由自在 要生便生 莫找替代 愿此神咒 能切实帮助法界 所有轻生者 和有轻生倾向的 有缘众生 愿未杀者不再轻生 轻生者解脱自在 仇杀者 恩怨消除 从此 一心向佛 业障消除 离苦得乐 往生极乐 最后 我想讲一下 经师父证实 通过我姐的深刻忏悔 诵经回向 以及多位师父师兄 做的佛式超拔 堕胎的孩子 和前来索命的 轻生女鬼 都已被超度 这再一次 验证了佛法的殊胜 利益和真实力量 我们生活的娑婆世界 随处可见 疾病蔓延 斗争坚固 尔语我诈 和杀生害命 这时刻都在考验 我们的心性 作为佛弟子的我们 一定要谨记 佛陀教诲 行善吉德 忍辱宽容 洁身自爱 和勇猛精进 不断消除 往昔业障 和积累福德资粮 为我们往生西方净土 打下坚实基础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